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 我要解决大椎第七跟薰椎第一 然后右边肩膀这一块疼痛很多年了 我刚才看了三个画面 看了三个画面 第一个画面是在你 我还没开始之前看了一个画面 我听你讲的时候那个棒跳了 我等它跳出来再说了 第二个画面我是看了一个奈蛤蟆 奈蛤蟆一跳就跳在身边 第三个画面呢 我看到一个大铁钉 这么粗的一个大铁钉 这么粗的一个大铁钉 长度呢 两个多点 这个两个多点大铁钉 我这个时候我看到一个很肥很大的一个奈蛤蟆 很肥很大的一个奈蛤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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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那个大铁钉 拿那个大铁钉 刚才我描述的那个大铁钉 这是粉饼 粗粉饼 粗饼 你看很粗的呢 比我大母才粗 粗细就那么粗 长度两个半了嘛 它那个 追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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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那个奈蛤蟆 刺刀 第一个 吃着应该是 第一下吃着是这个地方 应该是腰部了 第一下 在解腿上面 最重要 第一个 第一个就吃到那个地方 第一下 腰部了 第一下 然后吃下去 那个奈蛤蟆就跟着 他提起那个大铁钉的时刻 提起大铁钉的时刻 就把它提起来了 那个奈蛤蟆 那个奈蛤蟆 那么为什么那个 那么肥那么大呢 他怀孕了 肚子又怀孕了 现在怀孕了 现在怀孕了 然后 一下吃下去 吃下去 一下吃 吃到这个地方 吃下去 吃到这个地方 吃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好像那个 因为怀孕了嘛 怀孕了一个 怕 一下子这一次一刻 让他那个 相当于卵细胞 一下子就萎缩掉很多啊 就当场就萎缩掉很多啊 当场就萎缩掉很多 那么这样 这样来报复人的话 你可能两次的那个 卵泡 发现 我估计会受影响 我看到他那个 腰部的时候 这样去的话 当场就 好像那个 血管堵了以后 马上就 卵巢 那个地方 就受影响了啊 按照一般来说 他哪里受影响 哪里报复过来 也在哪地方 估计报复到你这边来了 也估计啊 虽然他没显示啊 还没显示那个画面 我就 我大概 基本原理我告诉一下 有可能也受影响了啊 然后呢 那个 那个 大铁针刺在上面 就是 没把它摘下来啊 没摘下来的时候 然后 他有小针啊 小针打那个 额 紧对这里了啊 嗯 像那个 小针打那 简在前面的针就这样 是冯一针这一类的小 这么粗气的针啊 这么粗气的针 是刺在下面啊 大的是吃在下面啊 小的吃在上面 嗯 然后 然后吃了以后 还把它翻过来啊 让他那个 车翻过来啊 就是 原来 原来还是垂着的啊 现在把它翻过来了 翻过来就 斜在这边 斜在这边 我估计你身体 有点斜啊 估计你小孩 估计身体有点斜掉了啊 斜掉了啊 嗯 甚至就 它是放 往右侧斜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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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右侧斜掉以后呢 你看 你看这两个脚啊 两个脚啊 嗯 两个脚不平了 嗯 不平了 我远一点啊 我 我定手抬一下子啊 嗯 那个脚就不平了啊 嗯 那个 就是说 这个 这个是右脚啊 右脚 站着 左脚就斜掉了 伸出去了 因为那个身体棒 右边 吃了一个 相当于吃一根 棒棒嘛 大嘴嘛 大的嘴 吃在那边 然后就放 那个 丢在那边啊 丢在那边 丢在那边 就不要了 这个来看嘛 就 一个 大 大铁针 吃在它上面 然后一个小针 吃在上面啊 就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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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就干掉了啊 就死掉了 就干掉了 干掉了啊 啊 啊 过程就这样了 嗯 现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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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蛤蟆的 那个 灵魂来了啊 他呢 刚才我说的那个 卵头那个呢 一个一个信息进来啊 他没给我画面 现在呢 又进来一个信息呢 赖蛤蟆的皮肤是 咯咯咯咯咯咯的啊 嗯 我不知道现在 已经身上 呃 出现了咯咯咯咯咯咯呢 还是将来 会出现咯咯咯咯咯咯啊 反正他那个 身上好像那个 呃 慢慢慢慢慢慢 变成那个 变成那个 变成了那个 奈蛤蟆的样子了 有点像啊 这个好像是你 现在到底有没有 这个倒还好 没有攻击你 皮肤上的那个 情况在你小孩身上 嗯 老师我说的是我自己啊 诶 我知道了 我知道 嗯 他报复的时刻 不止报复一个人 明白吧 我只看到了 告诉你一下 有的呢 有的呢 还没开始的 将要报复的是谁啊 因为那个 嗯 诶 这件事情呢 你小孩记得不记得 我不知道啊 是他小时候给我干的 这个事啊 然后 然后 那一旁他们来报复的 就是这个症状 在你身上啊 那个 那个卵巢的 功能减脆也在你身上啊 那个 那个身体斜掉 应该是你小孩啊 身体斜掉了 诶 诶 我刚才不是讲的吗 我说一个大学经 定了以后 他身体斜掉了 我知道是 诶 你讲的是排你这个啊 但是那个 那个奈行嘛 那个灵魂就报复起来 报复了不止一个人 明白这个意思吧 既报复了你 也报复了你小孩 然后呢 有的人已经开始出现症状 有的人还没开始出现症状 明白意思吧 诶 那么 如果还没出现症状的话 如果不处理的话慢慢慢慢就 他的皮肤就慢慢慢慢黑掉了 就疙瘩疙瘩身上就出现了 那如果还没出现的话 时间还没到 但是我今天把它处理掉了 就不会再出现了 明白这个意思吧 诶 诶 所以呢 诶 诶 现在问题就出在这个奈行马身上 奈行马是你小孩干的 他不一定记得这个事 因为很小嘛 看上去啊 因为不懂事的事 诶 诶 我没接触过这些东西 诶 诶 现在你现在不管他 你不要 因为我看到画面肯定有 因为即使精神没有的话 还有前世你知道吧 诶 你看着什么跟着我记住就行了 你看着 看着什么 你就跟着我记住就行了 有的他不记得了 有的情况是他前世带来的 对待谁到精神来了 因为呢 你首先 首先你也没告诉我说要对的事情 我首先告诉你 一下子就在要对 你也说对下面 对啊 你跟着我记住就行了 诶 而且这个癞蛤蟆看上去很黑啊 好像他就让他们开口 那你接着他说 你说对不起 是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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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我没有管教好我小孩 我没有管教好我的小孩 让你受苦了 然后那个癞蛤蟆被吃了针一刻和钉子一刻 脑袋里好像迷迷糊糊糊的脑袋 脑袋一直迷迷糊糊的 你这么一说一刻 你刚才向他认出这么一说一刻 他的脑袋好像清醒了点了 脑袋清醒了点 我想一讲 因为主要是排你的 但是我看到很强烈的信息 也不知道你近身的小孩还是前世的小孩 如果小孩力量没对上那就前世的 如果对得上就近身的 那个小孩有没有身体放右边的血 还好 没有 我想 那么 还有一个 脑袋不太清醒的感觉有没有 现在 那么这样 我刚才告诉你的几个情况 一个是有可能前世的小孩 另外一种情况有可能报复来没处理到 就是说时间还没到 他慢慢慢慢要什么要来了 反正就是说希望提前解决掉就不来是最好的 那么你身上已经显示了 你身上已经显示了 然后 反正我看到什么告诉你什么 我不是 我不是根据你讲的 我是根据看到的 好 你自己对那个亚传说 你说对不起啊 对不起 是我的小孩管教不业 是我对小孩管教不业 你说是我错了 是我错了 你说 我先把那个小针拔出来 我先把那个小针拔出来 那那个警察那边 你说我先把那个小针拔出来 我先把那个小针拔出来 然后拔了一个 好像那个脖子 好像有点能松开了 慢慢慢慢开 有点松开了 你说对不起 对不起 你说这个大针子 我还是叫医生来处理吧 这个拔针子我还是叫医生来处理 你说大针子 大针子还是叫医生来处理吧 大针子还是叫医生来处理吧 对 对 然后 你说呢 大针子请医生来处理的以后 一听那句话 那个听话 好像是情绪稳定了一点 因为那个 前面呢 我说那个头脑也不心情 然后你想他 也认出一个头脑心情了 但是情绪也不太好 然后你说那个 请医生的话 他情绪稳定下来了 然后你就想害他 请医生了 你说对不起 对不起 让你吐了这么长时间 让你吐了这么长时间 然后你对那个医生说 谢谢你 你帮我把这个大针子 从奈哈玛身上拔下来 谢谢你 帮我把这个大针子 从奈哈玛身上拔下来 医生还考虑 因为是医生的话 他要考虑 他要考虑 证出来的时候 有没有对这个作物 造成二次神伤之类的 然后也不是马上动手 先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 实际上 我们交流的时候 实际上是交流的是 通灵魂在说话 实际上那个时候 都已经干掉了 已经干掉了 为什么医生没有马上下手呢 因为这么大一个针子 一拔的话 有可能把那个 下半个身体都碎掉了 下半个身体都碎掉了 后来医生看了一看 看了一看 医生说 这样吧 我还是给奈哈玛身上浇点水 让他自认一下子 弹性好一点 也就是没水的情况 一拔一拔 整个都碎掉了 因为风干了嘛 风干了嘛 你说这样好 你说这样好 这样好 你说要尽量保存它的完整性 和减少它的痛苦 尽量保存它的完成性 而且减少它的痛苦 说到这里的时候 也就很精心地 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说到这里的时候 还没到拔的过程 那个奈哈玛的灵魂 从你身上走开了 从你身上走开了 它这样 你就是在描述的时候 描述的我说 你说的是个第一个镜头 好像一伤耳骨 一伤耳骨就散掉了 第二个 第二个过程呢 是一只奈哈玛 一跳就跳到你这个 跳到这个地方 就紧张的地方 肥肥的一个 相当于就一直蹬在你这个地方 然后再看下去的时候 就看着一个小孩过来 过来就一个大镜子 描述给你看着 吃着这个 腰子的这个地方 然后呢 再搞一个小针 吃着这个地方 然后呢 再接下来 动作就把它翻在那边 鞋翻在那边 鞋翻在那边就走了 扔走了 然后就慢慢就干掉了 干掉以后 然后就灵魂来 报复你了 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呢 他没有说是前世的 还说近世的 反正这个事情就是你的 如果前世的事情呢 从近世这个小孩没关系 如果近世的呢 从现在的小孩有关系 他没说 反正就告诉你这么一个事 没说前世还近世 然后呢 我们那个描述的时候呢 只是描述的这个过程 你又没有带着 太多的感情世财 没有带着感情世财呢 现在呢 我把这个过程跟你讲了一会儿呢 你就想象一下 奈哈马本身也不是太大 从这么大一个定制 吃上去的话 这个很痛苦的 这么大一个东西 就慢慢慢慢 到内心里边去 这个确实 搞得人家太痛苦了 你要想到这个 然后 然后你那个紧身那个地方就相当于一个大的奈哈马 就是一直趴在你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小刃刺的地方 一直趴在你那里边 碰一下子就跳过来了 跳过来了 刚才呢 我们注意到说要请医生把他的大的那个鞋筋要起下来 然后呢就发现那个身体上已经风干了 然后先放在水分的时候呢 做到那个时刻 那个奈哈马的灵魂就跳走了啊 还没开始正在给他拔 他已经满足了他的愿望以后 已经跳走了 情况就这样子 嗯嗯嗯嗯 已经走了啊 已经走了 已经走了 反正我们只是描述这过程 你心里想想了 后面你心里就想想 哎呀 这个 这个奈哈马 挺可怜的 你要想想 这挺可怜的 这个很痛苦的 也是一个生命 你心里想的啊 虽然没就要你继续说这个话 因为他走了嘛 但你心里要记得这个事情啊 嗯嗯嗯 也就是说 刚才我说的那个过程呢 就是一个 咱们一跳跳过来 嗯 然后 然后 那么一个大针 这是同一个过程 同一件事情上的 嗯嗯 嗯 就是这样啊 然后呢 就反正就心里记着 那就是 伤害的那些动物 他说 迟早会找 找他们来的 有时候呢 家里人 家里人 伤害的那些动物啊 他也会报复过来的 哪怕隔了几次啊 哪怕隔了几次啊 也会找来 嗯嗯 嗯嗯 啊就这样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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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 再见啊 那就这样啊 哎 你什么话说的 这一幕啊 关于这一幕 你有什么话要说的吧 就这一次这个 看到这个 这一次这个看到啊 嗯 对啊 觉得就是说 不能伤害这种 动物什么这样的 对 因为他 对 他有灵魂的嘛 他灵魂 找回来的时候 就报复过来了 啊 自己眼睛又看不见 自己眼睛又看不见了 自己眼睛又看见 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不要拿答案来 就是答案上 才能看得到 问题在哪里 对对 哎哎哎 就是说 都是都是生命嘛 哎 不管什么 哎哎 好 不管什么动物都是有生命 都是有都是身体都是有 疼痛的 不能伤害它嘛 哎是是是这样啊 那么记住这些以后 他就他就走了啊 后面呢就是见到那些动物之类的呢 呃就不要 不要再做那种事情哦 呃 知道知道 啊好 那就这样啊 明白 啊 好啊 谢谢 不用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谢谢老师 不用谢 拜拜